欢迎来到我们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三大热点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德国终于对华为5G动手了 经过多年扯题和讨论 德国政府终于决定新用华为5G设备 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权衡与争论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大陆国台办最新发布的 惩治台独司法文件 明确了四项具体分裂国家罪情形 强调只针对极少数人精准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最后我们来看看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的 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建成秘密军事基地的消息 北京对此坚决否认 称其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 经过多年争论 德国终于决定金有华为5G设备 难得一只报评论指出 这一决定来得太迟 显示出德国政府在面对中国威胁时的极小慎 为何不负责任 华为作为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 其与中国政府的紧密联系 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安全担忧 评论批评德国政府在面对中国的威胁时 过于担心经济利益受损 烙致拖延禁令的实施 文章回顾了德国政府在处理华为问题上的反复和拖延 指出这种犹豫不决是德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缺陷 缺乏实际行动 使得政策难以走向 中央社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在回应台独问题时表示 诚治台独司法文件只针对极少数人 陈兵华列出了分裂国家最像具体情形 包括发起台独组织 修改法律地位 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以及在教育和文化领域歪曲事实 陈兵华强调 这些措施不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只要不分裂国家 与大陆交流没有障碍 他还称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明确表示 不愿被台独 并与台独顽固分子划清界限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频繁 反驳了民进党当局的母黑 德国之声援引英国美日电讯报报道 中国正在塔吉克斯坦建设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以应对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构成的安全威胁 报道称 该基地建设已经近10年 中塔2016年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 基地位于高山上有瞭望塔河驻军 两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 尽管两国政府公开否认基地的存在 但卫星图片显示建设仍在进行 道道指出中国希望通过这一基地控制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 并确保从该地区向中亚和欧洲扩张的经济计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否认在中亚有任何军事基地 尽管过去几年里多次有媒体报道此事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将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 以增强北约的防御能力 美国与德国联合声明宣布 从2026年开始 将在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 这些部署是临时性的 敦促德国自行投资研发远程武器 他认为即便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托也不会推翻这一计划 德国总理孝尔茨对此表示赞赏 认为这是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必要措施 俄罗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北约的军事基础设施 正在向其边境推进 构成严重威胁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 欧尔班自诩归和平使命 访问了乌克兰 俄罗斯和中国 激怒了匈牙利的北约盟友 欧尔班表示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将增强乌克兰和平的希望 计划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杰克沙利文对此表示 任何未经乌克兰同意的和平协业 都不符合美国的政策 北约盟国对欧尔班的行动感到失望 但他并未阻止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 中央社报道 经济学人指出 中国利用迎对和交流团吸引台湾年轻人附中 希望可以让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但效果不佳22岁的王亨利参加了中国政府资助的私穿行 但对政治灌输感到恼火 尽管习近平强调 两岸青年应成为和平统一的动力 但台湾年轻人对中国的认同感逐渐减弱 民调显示台湾35岁以下的成年人超过80%认为自己是 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国安法规紧缩 台湾年轻人对在中国工作或求学的兴趣大幅下降 中国的吸引力 已不再如过去那样强劲 德国之声三中全会通常在党代会后的次年秋季举行 但今年却迟迟未定会期 引发外界猜测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费舍尔指出 习近平任内打破了许多惯例 推迟会期并非权斗加剧的证据 他认为三中全会将重点讨论经济政策 尤其是税务改革 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 然而 费舍尔对改革前景并不乐观 认为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不如预期 原因包括房地产危机 内需疲软和就业问题 他还表示习近平可能不认为经济偏离轨道 而是将问题归咎于全球局势 尤其是美国的政策 《银河早报》 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鼓励严在拜会台湾总统麦清德时提到一中政策 但这番言论被台湾总统府删除引发争议 总统府否认删除动机 并要求媒体撤下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研究员严震生认为 总统府可能是出于政治正确故意漏掉讲话 内容 但将大学教授以大宗指出 IT的做法是强调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 显示对待政府的不放心 总统府发言人郭亚慧表示 基于礼貌和互信原则 不会将来宾讲话逐次详列于新闻稿 并批评媒体操作不实报道 联合早报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因卷入土地开发案被收押禁件 辞去海基会董事长职务 再由副董事长罗文嘉代理 郑文灿被指在桃园市长院内收贿新台币500万元 法院以串政一律为由裁定收押 海基会成立于1990年 是台湾政府与大陆进行联席协商的机构 但自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 协商机制中断 但郑文灿被视为民进党内的 其次之后接任人选尚未确定 罗文嘉表示海基会运作正常 新任董事长任选带陆委会指示 中央社 中国车市内卷愈演愈烈 德国豪车品牌宝马被MW决定退出价格战 转而采取降量保驾策略 宝马中国在声明中表示下半年将重点关注业务品质 支持经销商稳扎稳打 去年宝马通过大幅降价提升实战率 但获利大幅下滑 今年上半年宝马销量下降降价策略未能奏效 消息人士透露宝马将减少销售量以稳定价格 缓解门市经营压力 杭州一家经销商正式价格调整 未来可能还会涨价 此前宝马为应对市场挑战 推出多项补贴减免政策 永达汽车年报也指出 宝马和保时捷主动调解销售计划 宝马中国今年多次降价 甚至腰斩价格 但销量依旧不理想 另一个豪车品牌宾式Mercedes 单且在价格战中受挫 上半年销量下跌近6% 严格早报 台湾将向美国采购F16战机 外线追踪征搜系统 RIC已提升对大陆逆宗战机的 侦搜能力 台湾国防部在绝标公告中称 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 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署了17项采购合约 总金额112亿新台币 此系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 能从150公里外侦测敌机红外泄讯号 提升26战机 对大陆歼20等逆宗战机的侦搜能力 新设备将部署在台东的空军制航基地 台湾国防院副研究员舒孝黄指出 红外线侦查系统 能弥补雷达难以侦测逆宗战机的不足 增强台军防御能力 新岛日报 中国外交部宣布 对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而采取反制措施 包括对6家美国军工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 实施制裁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财产 禁止与中国境内组织或个人进行交易合作 并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及港澳 被制裁的企业包括安杜利尔公司 海商战术系统公司 环太平洋 美国国防部此前批准了总额约3.6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 引发中国强烈反应 中国外交部表示 这些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因此依法采取反制措施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近日 获得了来自海外风投公司 ESGlobal的投资 这在北京整顿科技行业的大环境下 显得尤为罕见 小红书在此次交易中估值达到170亿美元 DSGlobal的创始人米尔纳因投资脸书而闻名 除了DSGlobal后 中国的高龄资本 博裕资本 博裕资本和红杉资本 中国也参与了投资 小红书成立于2013年 早期曾获得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支持 这种同时获得两大巨头支持的情况 在中国并不常见 小红书在2020-2023年首次实现盈利 月度活跃用户达到3.12亿 尽管其在海外市场的拓展计划面临跨境数据共享的复杂线 小红书在全球华语社区中的影响力 仍在迅速增长 德国之声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北约峰会闭幕市场缺席 前往佛罗里达与特朗普会面 欧尔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与特朗普的合照 称两人讨论了实现和平的途径 并表示特朗普能够解决问题 欧尔班近期访问了多个国家 包括乌克兰 俄罗斯和中国 然而欧尔班的行动和言论显然远以欧盟和北约的立场不符 欧盟明确表示他无权代表欧盟对外事务 欧尔班在北约峰会上显得孤立 定位获得北约和欧盟的授权进行任何谈判 他与特朗普的会面也引起了欧盟国家领导人的批评 德国总理孝尔茨明确表示 欧尔班的举动不在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框架内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破获了俄罗斯计划谋杀莱因金属总裁帕佩尔格的阴谋 美国获悉相关信息后告知德国 德国安全部门对帕佩尔格进行了保护 从而挫败了这一阴谋 刊破明镜周刊报道称 德国有关部门在大约两个月前通过美国相关部门得到了警报 但没有具体的袭击方式和嫌疑人信息 帕佩尔格因其在乌克兰设立坦克工厂而成为俄罗斯袭击的目标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 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混合战争 欧洲国家领土上也发生了人员及工厂受到的袭击 内政部长费泽尔强调 德国非常严肃地对待俄罗斯侵略行为带来的威胁 并表示不会被吓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略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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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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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